王一博展现摄影天赋,巴黎风景照火遍网络,网友纷纷点赞。 王一博的《巴黎时装周之旅》,尽管时间短暂,但其影响力和热度却远超预期。 在此次的《巴黎时装展》上,王一博真正展现了自己的魅力, 那头白金色的发型与香奈儿的搭配,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帅气形象。 这次的出场,不仅让整个时尚界未知震撼, 更是为香奈这一品牌带来了极高的曝光度和关注度, 成为了此次《时装周》上的最大赢家。 作为香奈儿的重点代言人,王一博的待遇可见一斑。 他身着即将发布的《星际服装》,不仅在《时装周》的观众席上坐在了最显眼的位置, 更是成为了香奈儿宣传片中的主角。 这样的宠爱,足以见得他在时尚界的分量。 对王一博来说,每次的出行不仅是工作,也是一次充实自己的旅程。 他不只满足于工作上的需求,更是把每次出行当作一个探索和体验的过程。 巴黎,这个被誉为光之城的地方,对于每个人都有一种难以言表的魅力。 王一博也不例外。 虽然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参加时装周,但他还是希望能够在忙碌之余, 找到时间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浪漫与艺术。 铁塔和卢浮宫,作为巴黎的标志性建筑,自然成为了他此行的必翼去之的。 此外,王一博总是喜欢与粉丝分享自己的点点滴滴。 不论是在时尚的舞台上,还是生活中的随手拍,都能看到他真实的一面。 记得他上次在洛杉矶的分享,不仅让粉丝看到了他工作之余的轻松一面, 更是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 每一张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韵味和情感,仿佛将时间定格在那个特定的瞬间, 带给人们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王一博真的是用心去观察和体验这座城市, 从他的镜头下,巴黎不仅仅是光之城, 更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特别是那张晒太阳的法国老太太的照片, 背后的古老建筑与前面的老太太形成鲜明的对比, 仿佛告诉我们,巴黎是一个古老与现代交织的城市, 每一个角落都有着属于他自己的故事。 法国运河和船只的照片,水面上的波纹和船只的倒影, 给人一种静谧和宁静的感觉, 仿佛一切都在这一刻静止下来, 时间仿佛被拉长,让人陷入深深的沉思。 而那群在广场上悠闲漫步的鸽子, 让人想起了巴黎的慵懒和浪漫, 仿佛告诉人们,这里是一个可以放慢脚步, 享受生活的地方。 通过王一博的眼睛, 我们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巴黎, 一个更加真实,深沉和有情感的巴黎。 他的摄影技巧和审美眼光, 再次证明了他不仅仅是一个演员, 更是一个有深度的艺术家。 从他分享的照片中, 我们不难看出他在摄影上的敏感度和构图技巧。 每一张照片都恰到好处地捕捉到了那一刹那的美感, 无论是光线,角度还是色彩, 都展现出了王一博对摄影的深入理解。 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的照片中所散发出的情感和故事感, 仿佛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段难忘的故事。 这无疑证明了王一博不仅仅是一个技巧出众的摄影师, 更是一个会用心去观察,去感受的艺术家。 此外,王一博的摄影作品也反映了他独特的人文关怀和对生活的热爱。 不论是古老的建筑,街头的人群, 还是那些似乎与世无争的风景, 都被他巧妙地融入到画面中, 展现了他对于生活中的点滴之美的热爱和追求。 王一博使用莱卡摄像机这一点, 也再次证明了他对摄影艺术的执着追求。 莱卡,作为顶级摄影品牌, 一直以其精湛的工艺和卓越的影像质量著称, 而王一博选择使用这样的器材, 也意味着他对摄影的要求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他分享的巴黎照片, 不仅仅是简单的景色拍摄。 从中可以看出, 王一博已经深入到了摄影的艺术之中, 每一张照片都有他想要表达的情感和故事。 这些照片所展现的不只是美景, 更多的是王一博眼中的世界, 是他与这个世界的对话。 对于许多粉丝来说, 能够看到他的摄影作品, 就像是走进了他的内心世界, 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位多才多艺的艺人。 而这也再次证明, 王一博不仅仅是一个出色的演员, 还是一个情感丰富, 充满艺术细胞的创作者。 王一博在巴黎的行程可谓是充实又收获满满。 他分享的巴黎照片不仅收获了大量的点赞和评论, 还被许多人认为堪比专业摄影师的作品。 那些生动而充满故事感的照片, 的确拥有成为明信片的潜力, 这也再次证明了王一博在摄影方面的才华。 除了摄影, 王一博对于艺术和文化的热爱 也在此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他参观了巴黎的著名博物馆, 体验了法国浓厚的艺术和历史氛围。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这种文化熏陶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能够让他在艺术创作上有更多的灵感和思考。 而被香奈儿邀请参观手工方, 是这次巴黎行程中的一大亮点。 王一博不仅亲身体验了香奈儿家族的传统工艺, 还了解了他们在刺绣, 金银首饰制作方面的匠心独运。 这种对于细节的追求和工匠精神, 对于王一博来说, 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 他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品牌背后的故事和精神, 也为自己未来的艺术创作积累了更多的灵感。 王一博在这次香奈儿大秀中的表现, 无疑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他不仅以其独特的造型和出色的风度, 引起了广大观众的注意, 更是以其对品牌深入的理解和对时尚的独到见解, 为香奈儿这一高奢品牌注入了新的活力。 香奈儿为王一博精心安排的行程, 足以看出品牌对他的重视和宠爱。 无论是大秀的座位, 还是专访的时间, 王一博都得到了最好的待遇。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明星地位, 更多的是因为他对品牌的深厚感情和对时尚的独特理解。 然而, 最令人骄傲的是, 王一博没有让这次机会白白浪费。 他用自己的行动, 成功地为香奈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曝光, 帮助品牌在全球范围内再次成为了热议的焦点。 王一博不仅是一位天赋异禀的演员, 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全能艺人。 他所展现的独特气质和深厚的艺术修养, 使他在国内和国际都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不仅仅是观众和粉丝, 连业界人士也对他赞誉有加。 在国际舞台上, 王一博不再仅仅是中国明星, 而是代表着亚洲, 乃至全球的一股新的艺术力量。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引起了媒体和观众的关注, 不仅仅是他的时尚感, 更是他那种从内到外散发出来的自信和魅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品被推向国际市场, 王一博的名字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他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证明了中国艺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价值。 王一博在巴黎的每一步都充满了魅力和故事。 他不仅捕捉到了巴黎的浪漫, 更展现出了自己独特的审美。 那些被他拍下的风景, 仿佛都被赋予了生命, 展现出了不一样的巴黎韵味。 这趟旅程不仅是他的艺术之旅, 更是一次对自己审美的再次确认和升华。